Dream期間呢 海南的海港、空港的金融款的客流 都持續高位運行 超過了網年歷史的同期最高值 在最高峰的那些天呢 離島的機票 琼州海峽的過海船票 出現了一棒籃球的現象 供需失衡的運營呢 主要是車輛分散路道 集中出港 而且呢網年的車流啊 它使錯峰增高 而今年呢 這個 出島和進島 同時出現挺拖 並且峰值越高 持續時間較長 疊加大陸天氣啊 因為安全的因素考慮 不得不准事 因為停航的影響 而確保安全 所以呢 儘管航命與企業 發揮了平時 三倍以上的運營 在高峰時代 仍然未能滿足 超高峰的車輛不含需求 新的一年呢 我們按照審議室 部署啊 加未雨籌謀提前部署 一是深耕新運 在海運方面呢 加快客輪船的更新換彈 推動建設兩艘小車的專用船 兩艘貨車的堅固性船 全力支持港口的擴容工程 我們呢 計劃在高峰期啊 增設新能源車專關 所有能裝載 一千五百兩小車的運船 第二呢 是坐在新航線 我們呢 計劃在各方的 共同鼓勵和論證下 爭取呢 明年春雨前 探索在海南的秀鷹島 馬春島 巴索島 與漲江等 黃城的港口之間 實現一到兩條 各個迷書航線 形成多通道輸入的結構 同時呢 我們還將出台措施 鼓勵旅客 錯綜和計劃出席 用有計劃的行程 換取更舒心的旅途 支持酒店、景區、港口出台 更優惠的價格 舉辦更有特色的活動 新旅客提前進島 延後出島 推行車輛的常態化 全約破海 完善船票、機票、改簽規則 嚴厲打擊黃流導票 代購的購買亂象 彰顯我們 維護市場秩序 維護旅客權益的決心